分类化合物的味道 有点像没有 但又不是 闻了一会儿之后 蚊子给出了一个不确定的评价 站在一旁的追魂忽然开口道 难道是混井五十 没有氨臭味 应该不是 蚊子摇了摇头 立刻将瓶盖凝上了 分类化合物在空气环境下一倍氧化 它暂时无法确定这东西的成分 只能通过液体的粘稠度和气味 大致推断应该是没有的类似物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小小的衣瓶还有点沉 等等 有 手握玻璃瓶的蚊子 忽然顿住 表情木然地站在原地 就像是大脑荡机了似的 你卡了 见蚊子一脸呆香 劝架上去挥了挥手 却发现这家伙像是掉线了似的 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不是这道具出bug了 杀神嘀咕了一句 好奇地伸手 想把那玻璃瓶拿过来瞧瞧 然而他的手还没碰到瓶子 蚊子便触电视的一个机灵 猛地回过神来 接着二话不说冲进了一旁的厂房 这家伙虽然是敏捷戏 但从来没见他跑这么快过 看着蚊子老兄突然地动作 众人纷纷傻了眼 这家伙怎么了 中邪了 不至于吧 专业和化学有点关系地追魂 隐隐约约察觉到了些什么 表情也跟着变得耐人寻味了起来 燃料 燃料 劝架皱起了眉头 嗯 追魂点了下头 猴杰轻轻动了动 继续说道 而且八成是我们要找的那种 曙光城北郊的田野 坐在墨房下的帕衣 望着远处一片嫩绿的田野 手中捧着一碗鲍冰 吹着迎面而来的微风 舒服地眯起了眼 人们牵着双头牛 行走在乡间小道上 或拎着农具在田间劳作 树荫下奔跑着嬉笑打闹的孩童 远处是拖拉机的轰隆 这是他在西州市从未见过的光景 难以想象 几天前战争才刚刚结束 坐在旁边台阶上的小鱼也是一样 悠闲地晃着小腿 开心地挖着放在膝盖上的刨冰 也许是因为贪心吃得太快 冰得他忍不住闭紧了眼睛 嘴里露出了呜呜的声音 可恶 我的血槽空了 坐在不远处的大白熊 脸上带着容易让熊误会的表情 啊哈哈 猫娘脸上带着放松的微笑 轻轻捂啊着大白熊的毛 今天也是平和的一天 不过说起来 战争也才刚刚结束一个星期不到 如果不是在游戏里的话 大家肯定没法像现在这样轻松的度假吧 坐在一旁的尾巴摸着下巴 纳皱着鼻子的样子 看起来似乎很聪明的样子 忽然 他开口道 这不科学 嗯哼 思思看了他一眼 尾巴迅速转过头看向了思思 眼睛闪闪发亮道 思难道不觉得吗 阿伟的小鱼越来越可爱了 你这家伙 发言越来越危险了 吴宇帝从闺蜜身上挪开了视线 思思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小鱼 忽然明白了尾巴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记得最早见到的小鱼的时候 那个善良乖巧的小姑娘 头发中带着一丝明显的枯黄 学医的他很清楚 那是缺心的表现 而现在 那头秀发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乌黑发亮 估计是营养状况改善的原因吧 毕竟人家还在发育吗 思思若有所思地说道 从游戏设定上看 繁荣纪元时代的人连公民们已经接纳了基因改造技术 并且将其广泛应用于医美等领域 只要营养跟上了 正常情况下人们颜值都在水准线以上 避难所的居民们更是如此 以至于他在现实中看到帅哥美女都有点麻木了 哦 也就是说 会长大吗 尾巴惊喜道 思思微微一冷 点了点头 应该 会的吧 NPC 会随着时间流逝成长 如果这套逻辑成立 也就是说只要玩的时间够旧 早晚有一天能看到成长成郁姐的小鱼 啊这 也太真实了吧 那 那尾巴也是 呃 如果一直不死的话 看着一脸期待的尾巴 思思再次点了下头 不过语气确实带上了一丝不确定 一听到这句话 尾巴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望着头顶慢悠悠转动的风车 他常常叹了口气 可恶 这也太难了 思思 田间一片蛙声和蝉鸣 六月的河谷 空气中已经带上了一丝炎热 之前为了人工降雨 新联盟的工厂把压岔制冷机给做了出来 后来化工厂做出了制冷机二浮甲烷 多亏了这项发明 如今新联盟的工业区 已经能够自主生产冰箱 虽然距离这些家电进入家家户户还有不短的时间 但聪明的小玩家们已经把大量和冰有关的美食搬进了游戏 像是淋着果酱的爆冰 牛奶味儿的冰棍 还有棒棒冰 一大堆散发着冷气的美食涌现在曙光城北的街头 另往来此地的行商 旅人们大开眼界 别的地方不是没有这些东西 但很少像这里一样全 而最让他们不可思议的是 这居然是普通人也能享用的美食 这是最不可思议的 听楚大哥说 再过两个月 这儿会的景象会更壮观 从冰头棚中缓过进来 小鱼开心地又往嘴里塞了一口 到了那时候 灵湖以北的平原 会变成一片金黄的海浪 听小鱼说着 怕衣水蓝色的眸子里写上了一丝憧憬 不过很快又变成了惆怅 两个月啊 那不是还要等好久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天 但他已经喜欢上了这里 这里有吃不完的美食 有看不完的风景 有听不完的故事和看不完的书 还有形形色色有意思的人 当然了 101号营地的大伙们也都是很好的人 不过大家都在钻研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从来没有人像今天这样 陪他一起悠闲地度过午后时光 有意 这个他知在书中见过的单词 没想到是如此的美好 然而一想到再过几天自己就要回去了 怕衣的心中便有种假期即将结束的烦恼 看着表情有些惆怅的怕衣 小鱼歪了歪头 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吧 话是这么说 盯着手中的刨冰 怕衣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开口说道 小鱼 小鱼眨了眨眼 嗯 怕衣下定决心开口道 你想 上学吗 上学 小鱼歪着头说道 你是说夜宵吗 楚大哥说 那里已经叫不了我多少东西了 夜宵主要叫的是算术 人连语 主要目的是扫盲 不会叫太难的东西 在楚大哥的指导下 他已经自学了代数 几何合同计学 按照楚大哥的说法 他已经能去学校当老师 给小朋友们上课了 怕衣摇了摇头 认真地看着他 不是那种学校 是学更厉害的知识 他参观过新联盟的夜校 那里叫的课程 在101号营地的学校 最多也就三个课时的内容 这里落后的不只是工业 教育水平也相当堪忧 看着认真的怕衣 小鱼的脸上浮起了一丝困惑 更厉害的知识是 能让我们头顶的风车转得更快 让田里的车子跑得更远 让人们不用坐在车里 可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吹着冷风更完数百万亩的凉田 然后花一整天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 帕伊描述着自己在 V.R.影像中见过的东西 从农田到工厂 再到人们的广场和公园 剧院和学校 虽然他并没有真正见过那个时代 101号营地的大伙们也没有 但他的师傅曾对他说过 只要他们能将关于 那个时代的信息传承下去 总有一天人们会回忆起曾经的骄傲 并将他们失去的东西一一找回 坐在旁边的小鱼认真听着 虽然他总感觉这听起来像是在梦里 但他本来就是爱做梦的年纪 脸上还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丝憧憬 听起来好厉害的感觉 是吧 虽然我们掌握的知识 也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但也是很厉害的东西哦 帕伊微微得异地翘起了鼻尖 老气横秋帝继续说道 只要你用心学习 这一天就不会遥远 可是 我真的可以吗 小鱼小声说道 你一定可以的 相信我 帕伊轻轻伸出手 触碰了他的额头 我能感觉到 你具备某种罕见的特质 和那些避难所的居民们类似 虽然本质上完全不一样 小鱼 特质 帕伊点了下头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语言和算术方面有着特别的天赋 楚大哥倒是有夸奖过我 说我学得很快 被人摸着头 小鱼的脸颊微微发红 不好意思地往后躲了躲 小生弟接着说道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就是我说的特质 帕伊看着他 表情认真地继续说道 我们营地偶尔会招募一些年轻 且大脑构造异于常人的新人 一般人需要一分钟去思考的问题 他们只需要一秒 普通人需要一年学习的知识 他们只用一个月就能掌握 我们会交给他们知识 帮助他们开发自己的天赋 就像101号避难所的先驱们曾对我们父辈伸出援手一样 即便没有启蒙芯片的帮助 他们仍然凭借着自身的天赋 在脑力上达到了惊人的水准 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状况 他们称之为 觉醒者 小鱼微微屏住了呼吸 明亮的大眼睛写满了诧异与茫然 我 拥有觉醒者的特质 老师说 他对于能力什么的并没有太大的追求 现在的生活已经很让他满足了 至于学习 一方面是因为乐趣 一方面是楚大哥告诉他这么做能帮助大家 而他也发自内心地想帮上他的忙 替他分担一些工作 如果能够学到更厉害的知识 看着小鱼还在犹豫 帕医不禁有些着急 然而就在他刚想家把劲 把小鱼拐走的时候 一道可疑的怪叫却从不远处传来 大佬 请收下我的膝盖 一 这是什么东西 眼瞅着突然窜出来的怪人扑向自己的大腿 受到惊吓的怕一条剑反射地跳向了一旁 根本没听懂那人在说什么 直到大白熊一把将那人按住 他才看清楚被按在地上的那个人 竟是昨天在工业区遇到的无理之徒 干 你特么想压死我吗 放开我 我为联盟力过功 我为管理者流过血 被肉肉一只找按住的蚊子 在地上呲牙咧嘴地嚷嚷着 你 你这家伙 不要的乱动 老实一点 看着乱动的蚊子 肉肉有些慌乱 一不小心整个熊都做了上去 蚊子瞬间翻了白眼 哦哦 变态已经浮发 剩下的请放心交给尾巴好了 干净利落地竖起了大拇指 尾巴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自认超帅的微笑 小玉衣脸手足无措的表情 完全没搞清楚状况 不管怎么说 就算是犯罪未遂 也够得上15天了哦 眼神冰冷地看着地上的蚊子 丝丝的脸上露出了腹黑的笑容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看着快喘不过气的蚊子 芝麻虎有些担心地走上前说道 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 咱们先放他起来吧 就算定罪 那也是警卫的事情 总算是一时到蚊子快掉线了 肉肉连忙撒开手 从他身上起来 咳咳 谢谢 我差点含冤去世 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蚊子一脸感激地看着善良的猫娘 然而让他深受打击的事 芝麻虎表情微妙地向后躲了一下 我可没说过你是被冤枉的 可恶 好吧 我先道歉 对不起 我刚才的行为确实冲动了 让你感到了困扰 没有冒犯的意思 我只是想表达 我心中的惊讶 蚊子深深吸了口气 看着受到惊吓的帕依 用不熟练的人脸语诚恳表达了歉意 听完了蚊子的解释 帕依总算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随即恍然地点了点头 没事没事 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过嘛 虽然我能理解你对我的崇拜之情难以言表 但下次请不要做这种让人误会的事情了 哦 虽然是用大度的姿态说出的这句话 但那忍不住翘起的鼻尖 确保 露了他心中的得意 肉肉抬起熊爪挠了挠头 原来是这样 M 虽然行为还是很变态 但这样的解释导也说得过去 思思点了点头 在游戏里大家表现可能确实奔放了点 就像尾巴一样 明明现实中是个文静的女孩 但表情包的库存却深不可测 不过既然当事人原谅了他 那就这样吧 众人表情放松了下来 唯独阿维可惜第七了一生 似乎再为没能当一回警察感到遗憾 感激地看着帕一 文子语气激动地继续说道 我有个请求 能帮帮我吗 嗯嗯 说吧 帕一得意地点着头 他最喜欢当老师的那种感觉了 就在众人放松警惕的时候 文子掏出了空玻璃瓶 两眼热切地盯着他 激动地语无伦次道 那个 剩谁 还能再给我一点吗 嗯 尾巴歪了下头 没听懂 站在旁边的嘶嘶愣了两秒 盯着 V.M.上的翻译确认之后 默默按下了右上角那两个字的快捷按钮 总之先报警吧 牛马俱乐部群 为了照顾还在培养舱里炮着的好兄弟 老白和方长特意下线 汇报了游戏里的最新进展 方长 刚才我们接到了管理者发布的任务 目标是护送 N.P.C. 卢卡前往巨石城 与巨石城市政厅厅长签订友好协议 不出意外 这个任务应该和下一个版本有关 废土OL的主线剧情主要依靠玩家行为 疑似策划设置的特殊事件 以及阵营领袖发布的专属任务进行推动 虽然所有感兴趣的玩家都能看到完整的剧情 官网上也会对剧情内容进行实时更新 但能够以剧情推动者的身份 参与到游戏主线中的机会却不多 很多任务都是唯一的 而这也是大多数玩家热衷于刷贡献 刷好感度的原因 第四水八 懂爱 不懂就问 你们为啥不直接把巨石城打下来 好奇 野奥兄弟还在群里那会儿 他就听说过这款游戏了 而且一直在跟进度 只是懒得预约 这种情况也不算罕见 就算是钞票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喜欢 更不要说游戏了 比起玩游戏 他更喜欢听群友们吹牛 老白 望战必威 好战必亡啊 现在是种田和冒险时间 打了快两个月巷战 也该休息一下了 字牙 方长 恩 其实从游戏背景的角度来讲 也很难打起来 新联盟算是手续阵营 据石城大概算是中立 掠夺者和变种人部落 这类才算是混乱 以废土上的情况 文明的火种随时可能熄灭 手续与中立阵营之间爆发阵营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概率很小 除非策划实在没活了 给管理者的锤字换成件 或者搞个大新闻出来 WC真有文字 洛丹伦的孝子还行 滑稽 夜时 一 你咋也跑下来了 又炸了 WC真有文字 滚蛋 我就下来上个大号 白眼 对NPC不轨行为遭到玩家举报 被封禁两小时 这种事情 他当然是不好意思说的 照片录音都在 白口默辩的文字干脆认罚了 反正也就两小时 正好下来吃个夜宵 顺便好好想想 怎么把那个燃料配方给舔过来 没办法 那瓶燃料简直太牛逼了 稳定 热安定性强 低温不动且流动性优秀 密度适宜且热值高 不但能够连续 完全地燃烧 而且几乎不产生激炭和结胶 缺点几乎可以忽略 而优点他用两只手都竖不完 这不是黑科技是什么 简直掉爆了好吗 关于文字为什么掉线这件事情 大家也没多问 毕竟类似的状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方长继续打字道 总之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一小时后出发 马上就回线上了 等到了巨石城那边再联系 戒烟 羡慕哭了 Bad 狂风 记得录像 老白 某问题 兄弟们这两天就好好休息吧 字牙 干 上不了游戏好气啊 回了一条消息 叶伟翻着白眼 将手机丢在了桌上 然而就在这时 一条消息忽然从屏幕上淡了出来 他又不得不把手机捡了回来 兄弟 绿城名底的现房考虑下吗 字牙 发消息的人是他今天下午刚加的中介 紧接着 又是连着五张照片甩了过来 叶伟看了一眼 环境确实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在江边那块 离学校稍微远了点 不过没关系 大不了周一到周五住校 周六周天住外面 叶伟编辑了一条消息 回了过去 可以 估计是群发的消息 对面停顿了一会儿 几秒钟后 一条消息发了过来 呃 兄弟 您的意思是 那中介有些拿捏不准了 不是他业务能力不行 而是他刚才看了下这客户的朋友圈 只能说实在是太低调了 怎么看都是个学生啊 明早带我看房 叶伟不想解释 严谨一该递回了条消息 然后就关了消息提醒 为了缓解阶段反应 他反复开关了手机屏幕几次 最终还是克制住了登陆官网论坛的冲动 随手打开了已经几个月没登过的微博 本想看看搞笑视频打发时间 然而就在这时 点开热搜榜的他忽然发现 排在第一的居然不是明星的那点加长里短 甚至连这三条都在说同一件事 锂电池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小声念了出来 叶伟心中不禁感到些好奇 于是点进去看了一眼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央网的视频 近日 华科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在 关于理知经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根据业内人士分析称 该问题是阻碍理负极电池研究的重要瓶颈 旁白结束 镜头一转 面对着记者的采访 刘一平院士感慨万千帝说道 说来惭愧 我们只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 实在难当如此殊荣 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进展 主要还是的感谢合作单位的帮助 以及社会各界和国家的权力支持 刘院士的措辞很谦虚 也很严谨 从科普的角度大致介绍了该研究涉及到的领域 采访完刘院士之后 记者接着将镜头转给了产业界人士 某知名电池企业的首席制造官 和刘院士的谦虚沉稳不同 这位产业界人士在镜头前的表现虽然还算克制 但从那满脸的红光就能看出来 此刻他的心情有多么激动 就好像压国族赢钱了一样 这将成为新能源行业的里程碑事件 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的生活将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叶伟虽然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 但从那人脸上的表情 他大致能感受到 这项新技术对于产业界的震撼 视频太长 叶伟没有全看完 而是直接化到了评论区 出乎了他的意料 几十万家的评论 和上百万的点赞 居然在一条科研领域的新闻中看见了 牛逼 6666 卧槽 那我的手机岂不是可以一周充一次电了 我家新能源车的动力电池才200 WHKG 突破三位数的意思是 1000 WHKG 自信一点 应该是至少1000 字牙 微小的工作还行 大佬太谦虚了 GG 话说那个合作单位是什么 总感觉好神秘 加1 采访中完全没出现啊 加1000 不露脸的一律荡成有关部门 滑稽 刷着新闻的评论区 叶伟心中同样是感慨万千 没想到影响世界的变革 并没有以轰轰烈烈的形式出现 而是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夜晚 当他摘下头盔拿起手机 人们的生活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发生了改变 当所有人都意识到的时候 未来已至 看完了某个大V 在转发中的分析 那个薄薄的一层人工塞膜将对国家能源战略 全球能源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时 叶伟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牛啊 这些大佬们也太强了 虽然他平时很少关注热点新闻 学的专业也和电池没半毛钱关系 但听闻国家在科研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他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先进的生产技术是全社会的财富 当社会生产力从量变完成质变的一瞬间 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将迎来全新的版本 可惜他不是搞研究的料 只能给那些默默付出的大佬们点个赞了